来 等一下 站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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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登记吗 进门 你找谁啊 不好意思啊 我有急事 所以我 你找谁啊 邱云科长 你找他干什么 报好孙光 行了 你这一招别人都用过了 每年一到考春大的时候 就有人用这一招 来追我们邱云科长 看到没了 刚刚粘读两个 这两个人真是厚颜无耻 我说呢 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真是讨厌 但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是来考试的 你不信打个电话给他 你现在打电话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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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说都是一套的啊 去 去 赶快 我真的是来考试的 你进闯了 好了 我不是来考试的 行了吗 你说对了 我实话告诉你 其实我就是 就是他的新男朋友 李菠萝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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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姓 免贵姓崔 小崔 一会儿这样 得你 曲名科长没谈朋友啊 他没男朋友 没听说过 不真的 咱连初恋都没有吗 初恋 曲名科长 曲名科长 我 又来一个追求你的 还冒充是你男朋友的家伙 不不不不 曲名科长 我是那个上午晕倒的那个 人工呼吸 我记得 他确实是来报名的 让他进去吧 跟我来 好 对 带着包包 走 晓菱啊 他是来补报名的 你帮他办事手续吧 好的 其实不用帮忙紧了 你给你帮我就可以了 你也还有正好点事呢 身份证 学历证 是你 什么 秋英姐 他就是上次 害我们追尾那个 开宝马车的家伙 我的天哪 是吗 不 爱不不不 开玩笑的 怎么可能呢 完全是个误会 误会 妹子 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谁是你妹子 你啊 姐 好了吧 我上次没有追求你们的责任 对不对 好 算我不对 我跟你道个歉行不行 好 那这样 你让我当村官 我跟你做马仔 像你这种有钱人 还凑什么热闹 考村官干什么 我可是有理想有报复的 秋英姐 像她这种人 是不可能死心塌地 当村官的 浪费表格 秋英姐 行了 你看着办吧 秋英姐都觉得 你没有报名的必要了 回去吧 我凭什么不让我报名啊 你这种人 是当不好村官的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我一定会报这个名的 而且我一定能干好这个村官 而且我一定会嫁给你们科长 娶你 表哥 秋英姐 他 赖上你了 是 我是赖上 别开玩笑了 该干嘛干嘛吧 没有 我非常严肃 我才一定会去 这个田妈 你怎么还有个妹妹啊 你们家两个孩子啊 她 吴女士 少数民族 吴女士 对 是谁啊 南妈 是谁啊 不是 女士 对 我 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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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